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电视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印度警方对记者进行突袭后 印度的新闻自由受到审查 全球关于气候损失与损害基金的谈判 在COP28之前已失败告终 对于中国和美国的聪明年轻人来说 好奇心和实用主义胜果不信任 在阿根廷寒冷的南部 一个政治世家逐渐消退 新的力量崛起 据消息人士透露 中国拘留了WPP旗下媒体机构的 现任和前任员工 请大家收看 突发 拜登收回重要言论 白宫 总统没有听清楚问题 在周五的新闻发布会上 美国总统拜登回答了一个 关于以色列推迟地面入侵 直到更多被哈马斯劫持的人质获释的问题 他回答是的 但白宫随后收回了这一说法 称拜登没有听到这个问题 一名记者问拜登 以色列是否应该推迟地面入侵 直到你们就出更多人质 拜登回答是的 这名记者是从地面上提问的 当时拜登正在登上空军一号 飞机的引擎已经打开 白宫通讯主任本 拉伯尔特 Ben Le Boat随后表示 这是一次误传 总统当时离得很远 他没有听到完整的问题 拉伯尔特说 问题听起来像是 你希望看到更多人质或是吗 他并没有对其他事情发表评论 白宫表示 拜登对问题第二部分的回答是是 其他确实希望有更多人质或是 国会山报已联系白宫 希望获得进一步评论 在美国、塔塔尔和以色列的共同努力下 两名美国人至一对母女 于周五从哈马斯的控制下获释 拜登上周前往以色列 与以色列政府高级官员进行了会谈 并宣布了一项 针对加沙平民的 价值1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计划 拜登周三在特拉维夫告诫以色列 不要重蹈美国在911恐怖袭击后的负责 尽管如此 拜登周四在椭圆形办公室 发表讲话时 仍承诺美国将支持以色列完成使命 自冲突开始以来 拜登一直誓言美国支持以色列 对哈马斯的反击 10月7日 哈马斯突袭以色列 以色列总理本亚民 内塔尼亚胡宣布战争开始 周五 白宫向国会递交了一份 约100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申请 将向边境地区 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盟国 乌克兰和以色列提供资金 以色列将获得140亿美元的援助资金 用于防御哈马斯的袭击 以色列空袭的加沙 包括宣布为安全区的地区 100多万巴勒斯坦人 约占加沙人口的一半 在以色列要求他们撤离后 被迫逃离 哈马斯管理的加沙卫生部称 已有3785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近12500人受伤 以色列境内有1400多人 在最初的突然袭击中丧生 印度警方对记者进行突袭后 印度的新闻自由受到审查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印度新闻频道 Nousquid的创始人间 总编辑普拉比尔 普尔卡亚斯塔和该网站的人力资源负责人 阿米特、查克拉伯蒂 被命令至少在10月25日之前保持拘留 他们于10月3日 根据印度非法活动预防法 UAPA被捕 原因是有指控称该网站 接受了一位在上海的美国商人的资金 以分享亲中的报道 这些逮捕引发了对印度独立报道 和言论自由打压的担忧 全球关于气候损失与损害基金的谈判 在COP28之前已失败告终 南华早报 据参与谈判的消息人士透露 COP28前 关于气候损失和损害的会议 已失败告终 各国无法达成协议 去年 COP27谈判的一项重要成果 是设立一个专门基金 来帮助脆弱国家 应对气候损失和损害 然而 具体细节留待以后解决 一个关于设立该基金的过渡委员会 在埃及举行会议 但与会代表未能达成协议 将决定推迟到在阿联酋举行的另一次会议上 对于中国和美国的聪明年轻人来说 好奇心和实用主义 胜果不信任 南华早报 最近 一群来自清华大学的中国学生 在美国进行了为期两周的文化和教育之旅 这是自疫情开始以来的首次旅行 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 这也是他们第一次来美国 学生们有着积极的体验 并表达了希望美中之间有更多的合作和文化交流的愿望 尽管中国的青年民族主义正在上升 但清华学生对美国持有着细致而积极的看法 他们承认中国可以从美国学到一些东西 并对美国文化表示好奇 同样 美国学生也对直接听取中国人的意见 并进行跨文化对话感兴趣 虽然美国成年人普遍认为 中国是对手 但年轻人更有可能相信合作 并对中国的国际贡献池较少的批评态度 然而教育程度与对中国的不利看法相关 美国学生对与中国接触变得更加谨慎 因为他们担心会被误解或被指责为美国政府的工具 尽管存在这些挑战 接触不同的文化和语言 对学生的世界观和未来 为各自国家做出贡献的能力都有积极的影响 在阿根廷寒冷的南部 一个政治世家逐渐消退 新的力量崛起 雅虎 阿根廷强大的基尔奇纳家族正在经历衰落 而潜在的极右翼外来者哈维尔 米莱正在崛起 米莱是一位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 由于阿根廷的经济危机 他赢得了人们的支持 导致选民对通货膨胀感到愤怒 预计今年将达到200% 导致40%的人口陷入贫困 许多阿根廷人将当前和最近的领导人归咎于金融危机 米莱是赢得第一轮大选的最有希望的候选人 吉尔奇纳家族几十年来一直统治着冰冷的南部省份圣克鲁斯 但米莱在初选中获得了圣克鲁斯最多的选票 这个省份是整个国家政治动荡的缩影 可能会影响市场和阿根廷与贸易伙伴的关系 据消息人士透露 中国拘留了WPP旗下媒体机构的现任和前任员工 路透社 据知情人士透露 与WPP旗下媒体代理公司GroupM有关的四名个人 已被上海当局询问 其中三人是现任或前任员工 第四人是GroupM中国的首席执行官兼国家总经理 据报道 警方于上周五访问了WPP在上海的办公室 消息人士称此次调查与反点管理有关 WPP拒绝就此调查和拘留 发表评论 中国支持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的合法目标 外交部长王毅 南华早报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持续期间 表达了对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合法愿望的支持 中国一直在积极与世界各地的高级官员和外交官进行接触 以调解这一危机 中国驻中东特使宅卷目前正在开罗参加埃及组织的国际和平峰会 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将自己定位为全球南方的捍卫者 并多次表示希望挑战美国的霸权 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澳大利亚的凯莉·麦克坤在破纪录的50米洋泳比赛中创造了游泳历史 CNN 澳大利亚游泳选手凯莉·麦克坤打破了女子50米洋泳世界纪录 成为首位同时保持50米、100米和200米洋泳世界纪录的人 她以26.86秒的成绩完赛 超过了2018年创下的26.98秒的纪录 这是麦克坤今年的第三项世界纪录 也是她在洋泳项目上的三连冠 她现在是2024年奥运会三个项目金牌的热门人选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新鲜的新闻 首先是印度警方对记者进行突袭 导致印度的新闻自由受到审查 接着是关于气候损失与损害基金谈判的失败 让我们担忧起来 然后我们看到中国和美国的年轻人更愿意合作和交流 这可以说是个好兆头 接下来是阿根廷政治格局的变化 一个政治世家逐渐消退 新的力量举起 再者 有关中国拘留 WPP旗下媒体机构员工的消息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最后 是中国外交部长对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的支持 这在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期间尤为重要 最后我们还有一个喜讯 澳大利亚游泳选手凯利 麦克坤在50米洋泳比赛中创造了游泳历史 通过这些新闻 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情都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新闻自由 气候问题 国家关系 文化交流 体育成绩 这些都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作为观众 我们应该保持好奇心 关注实用主义 尽量减少对他人的不信任 相信合作 交流 和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可以让我们的世界更加美好 那么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对于新闻自由的局限 你有什么看法 关于气候问题 你觉得各国应该如何合作 对于中国和美国年轻人的互动 你有什么看法 对于阿根廷政治格局的变化 你有什么期待 对于中国拘留WPP员工的消息 你有什么疑问 关于中国对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的支持 你有什么想法 对于凯利 迈克坤的游泳成绩 你有什么祝福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